我们好来看到这个好莱坞电影 Brad Pitt他的卖座的电影 就是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在这片里面出现了倒退走的时钟 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工匠 花了三年的时间打造出了全世界只有十只的逆行表 一个价格是要840万台币 秘密的到台湾来一个礼拜展览 也在我们中天新闻的镜头前面独家的曝光 布莱德比特电影中逆时针运转的时钟 真的有这回事 所以这让这个治表是非常的头痛 在三年时间完成了两只这样子的表 每小时只要碰到第11分钟 纷针竟然倒退走 被誉为是神秘逆行表 在欧洲一推出就引起话题 现在那时间来到10点钟 然后到了10点10分的方向 但是碰到这个表冠它就开始逆走 神秘逆行表特别之处 表冠就卡在表面上 位置刚好在二和四之间 纷针与遇到这中间10分钟 就会300度倒退走 全世界只有10只 飞来台湾的是编号第6号的逆行表 没有箱上任何一颗钻石 光凭这复杂机械设计 开价840万 已经有40主企业名流有意购买 而这款33克拉的宝石表 做工更是精细 我不管怎么样的扭转它 它都非常的柔软 360度也没关系 都没有问题 不会断吗 不会断 却不会断 怎么扭都不会断 将近400颗的宝石 让表面小到都要看不见了 开价1200万 已经有买家出现 领机钟表世界 已经开始提前感受 进行故书 整理新闻夏军 陈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